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的職人吹水 大家好,很多時候都會去臨時加個菜 大家在家有沒有試過? 不夠食物,有什麼好吃呢? 在冰箱找到什麼就做什麼 找到一些蓮魚柳 很多網友都說蓮魚柳不好吃 我們都是跟價錢掛勾 我們入行的時候,大部分都是用清衣魚柳 大部分都是清衣魚柳 但清衣魚柳是早十年前,價格很重要 現在全行大部分有粟米魚柳飯 全部都用了這類的蓮魚柳 這類的蓮魚柳,價錢便宜,很淡淡肉 有時候家裡有老人家,都是不錯的選擇 我們怎麼做得很好吃呢? 當中就要靠一點功夫 首先有時候買這些蓮魚柳 我們盡量買一些有真空包裝的 呈現淡的粉紅色,會比較理想 如果一些沒有真空包裝 又暴露在雪櫃裡面的 又白色的那些,質量比較差 這裡很簡單,要加一茶匙的鹽 我們用淡水浸到軟身為止 以前在外面做,我也是沿用這個方法 隔夜就用淡水浸去,第二天回來 倒淡水,馬上去競爛水 因為那些魚柳有一點鹽 那它曾經經過漂染的東西 就會全部被漂染出來 我們浸泡10分鐘左右 做這個魚柳,家裡有什麼就做什麼 我剛才拿了一些糖醋汁出來 用糖醋汁,又開罐頭雜果 首先我們開了一點,先把水倒進去 倒進去後,開了就比較方便 這隻我叫做亞洲版雜果 我之前做的雜果沙律,我都喜歡用這隻 這次就配合糖醋汁 然後煮一個甜甜酸酸的東西 拔開這個,我建議你先拔起一半 不是,沒做完已經吃光了 吹吹吹吹吹,浸泡了差不多10分鐘 然後我們把水倒進去 將所有的鹽水洗兩三次 把鹽水帶走 洗三四次之後,立即將它瀝水 我們不單要瀝水 如果在家製的處理會比較簡單 因為要做幾件呢? 要做幾件呢? 要做幾件呢? 要用廚房紙去吸水 因為這些鹽魚柳 都是經過漂染的 即是將它發大了 其實裡面的水份有很多 所以你很難會做得乾身 如果我們外面做幾十磅的 有時候我們會瀝過夜 拿出來炸魚柳 拿來做粟米魚柳飯 這樣就更加得心 大家也要看到,水份很厲害 我們就換第二張字 我們的目的都是一樣 那為什麼有些做得不好吃呢? 沒有什麼的,這個方法 你做得不夠乾身 其實它一濕就很難做 你怎麼炸你也是軟的 現在我們就吸到什麼都可以 乾了 我們在索針放在旁邊 現在我們就做了那個粉槍 大家不要想像很複雜 其實我們拿出雞蛋就已經完成了 先把它打開 我們先放一點胡椒粉 放一點黑椒粉 然後放五分一茶匙鹽 因為那個黏魚柳本身也有點鹹 我們就輕輕攪拌勻 如果大家喜歡吃的味道濃 如果是可以加適量的雞蛋 就可以加適量的雞蛋 這樣攪拌勻之後 就相當簡單了 我們就拿一塊 黏魚柳出來 大家看起來很乾 乾到怎樣? 這樣乾到黏手 我們就整塊放進去 我們底面 先上去蛋漿 先把麵粉放進去 然後用乾淨碟 我們先把麵粉放進去 首先把一湯匙放進去 然後把一塊黏魚柳放進去 然後把一塊黏魚柳放進去 還有一點點蛋漿不要浪費 然後在上面 我再加一湯匙放進去 主要是雞蛋和麵粉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如果你想它更加脆 可以連雞蛋也不放進去 就這樣沾麵粉也可以 慢慢煎 我們就把它擦均勻 上好雞蛋麵粉之後 我們就事不宜遲 我們就先燒熱直鑊 直鑊夠熱之後 我們再加適量的油 我加多一點油 然後我們就慢慢把它放進去 調小火 不要動 上面粉雞蛋 很多時候 港式西餐煎魚都會用得到 我們入河當時 會晚上做些常餐 晚餐 中間有個意盤 都是煎魚 煎不夠魚的 看看你配什麼汁 今天就配個醒衛一點 遲些再煎一個有老人家吃的 都是相當之間 我們就放中火去 大一點點火 定了一邊 再煎另一邊 這樣就可以了 煎了 然後這裏 厚一點點 就煎了一點點 煎這個 一定要夠油的 或者用熱夾來煎 就更加容易煎 煎了兩分鐘 就翻了 翻的時候就小心一點 知道多漂亮嗎 大家可以看到 定型定得好 就是因為解凍炸得好 然後就吸水分就吸得好 最後這段時間 就全程開大火 逼一逼一些油分出來 底面也割煎了兩分多鐘 差不多了 淋起之前就勾一勾一點油 把油全部倒起來 接著就開火 現在我們就加糖醋汁 煮得好 現在就加雜果 快煮得好 煮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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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把煮得好 煮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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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樣就差不多了 然後淋上魚身 煮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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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醋汁 變化就好多 煮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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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水 茶裡 煮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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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做法,我以前做上海菜 蟲子桂魚,其實我都是搭雜果 不過就把蟲子放上去 當然,黃魚或桂魚就把起肉片花炸掉 這次就簡單易做一點,大家在家也很容易掌握 小朋友也很喜歡吃的 吃雜果的網友就給我點讚 我喜歡吃雜果的網友,訂閱職人推水的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麻煩就做給老人家試試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謝謝心禮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拜拜!